随着苏拉台风逼近 大陆南部省份纷纷提高台风警戒 达到了最严重级别 预计苏拉将给大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 带来狂风和暴雨 原本9月1号开学的大陆南部地区 纷纷延后开学 167艘的注册渔船全部停靠在避风码头 福建厦门的海事局 周三就已经发布通知 要求游艇要驶入了专用停泊区域 并采取防台措施 福建漳州相关的部门 则乘坐了快艇 通知渔民要做好防台准备 上岸避难 至于苏拉台风没有影响到的省市 也没好到哪去 山西静中降下了大冰雹 一辆轿车受购在铁路桥下 车头已经没入了水中 驾驶大电话求救 我们试着就是说下水 结果一下 那水估计有个两米多了 然后那边消防队也过来了 我们通过绳子 两边绑住以后 消防队过了这个车跟前 最后拿桩块把这个车给敲开以后 把人救出来的 砖头砸破了车辆天窗 驾驶终于顺利被救出 另外四川成都则因为大风 一棵树的树干倒下 穿破轿车的挡风玻璃 画面触目惊心 我再买一下 我真是差点撕在这儿 因为是直接插在我的主架室那个位置 是朽木 其实它是非常的有重量的 它掉落的那个段也非常多 幸好当时车上没人 驾驶下出了一身冷汗 另外广西一处燕色湖 将60亩的耕地和民房淹没 水已经淹到二楼 还在持续上升往三楼淹 当地的政府紧急转移民众 TVBS新闻张志明 陈向如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